2 1 拜拜 拉扎红布木 任何部落精心打造的农村小铺 正式街牌开幕 未来除做一工修外 每日将展售部落小农的农特产品 及部落手工艺品 也成为部落的文化教室 所以如果有农村小铺的话 让这里刚好有课比较多 让我的米可以曝光力更高 就不用说厂厂出去 去做寻销的动作 农村小铺族人特别利用 农村小铺族人特别利用 槟榔 竹籽等天然素材装潢打造 希望能够吸引顾客们的视觉 这个要有圆明风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 其实是用了很多的檳榔树 阿杜阿威把它弄起来的 是真的很有原住民的味道 跟其他不一样 农村小铺 游乐和社区发展学会向农粮署等单位 征集经费 助用为在台九县部落路段 族人闲置的房卧来打造 希望直接行销在地部落的农特产 及手工艺等产品 颜色新闻把握了 华林玉林采访报道